大家好 不是蒙不過江 不是蒸人不露相 歡迎各位再度收看股市門道 好 這個大盤大家今天是開高 震盪尾盤壓回 那收盤漲是3點 那基本上昨天我跟各位講過 看法不變還會再漲 目前只欠一個價格的確認訊號 修正結束的訊號佔上多少 佔上8562 好 今天收盤是8556 有沒有修正結束 那個等一下給各位看 那基本上各位同志朋友 目前為止符合前天 前天的預期 前天在這裡 這個大盤前天在這裡 前天的低點8488 那我跟各位講過 8488空間的修正已經可以滿足了 為什麼8488空間的修正已經可以滿足 我昨天給各位看過了 等一下也給各位看 包含什麼 包含 包含 我昨天跟你講的 包含等一下要跟你講的 短線 短線除非再跌破前天的支撐 那跌破支撐會怎麼樣 支撐在哪裡 那個等一下再來看 那重點是什麼 如果有跌破支撐 各位同志朋友你也不用擔心 只是整理在延長 那基本上我認為機率不大 為什麼機率不大 因為今天已經放量出來了 量出來價也漲了 你這一根大量出來之後 再回跌下來 又放量那當然就不對 量縮可以 量縮可以 所以拉回是看量 看兩個東西一個量一個就這樣 拉回有拉回就一定要量縮 因為今天已經放量了 這是從量的角度 那我們要談的是價 我說量 量是減定行情的位階 時間 價位 所以為什麼前年我跟你說 空間可以滿足了 那個就是從價位的角度來談 只有兩個 一個叫時間一個叫價位 所以基本上 短線除非再跌破前日支撐 那我剛跟各位講過跌破支撐 你有沒有緊張 支撐在哪裡 那個等一下大家來看 跌破支撐也是整理在延長 否則我認為未來 緩步震盪走高的機率再比較大 還會再漲 為什麼要緩步震盪走高 今天放大量為什麼不會大漲 跟長線有關係 長線我講過了 它是一個空頭的反彈 目前這個量還是空頭的反彈 那基本上 既然是空頭的反彈 我說過長線再走這一段 這一段到目前為止都還沒結束 這一段結束之後還有一個長線的轉折 長線的轉折出現之後還會再衝一次 那不管怎麼樣 我跟各位預告嘛 9220不會過嘛 那既然9220不會過 現在8550點 幾百點的空間 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緩步震盪走高 它不會波段大漲 如果它會是一個長紅性的大漲 它要漲過92 這個大盤今天就不只漲90 漲40幾點了 所以我不斷的跟各位強調 這個行情未來幾個月對你來說很重要 因為在這裡有多空轉換 在這裡 行情結束的時候 接下來是往下大跌 目前所有看多的人 我也是看多 我不是現在才看多 我從7663告訴你一路 上來我都告訴你還會再漲 目前所有看多的人 沒有一個告訴你未來會大跌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當這個高點來的時候 你一定會被影響 因為只有我告訴你會大漲 不用懷疑啦 你現在去回想 在這裡我跟你講明天開始反彈 你敢買嗎 這個低點 這是長黑喔 這是一根長黑喔 我請問你你敢買嗎 這個低點在這裡 我請問你你敢買嗎 這是帶亮長黑喔 這是不是帶亮長黑 這個是帶亮長黑啊 900多億的量 我請問你你敢買嗎 彈上來又下來在這裡 7737這裡 這一天 我跟你說明天開始展開 另外一波漲勢 我請問你你敢買嗎 當時利空很多啦 美國QE要退場啦 那個美國國債那個債務戰線 我們的GDP啊 不如意期啦 非常的多 從這裡到這裡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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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長黑啊 我跟你說最恐慌的時候 都是最佳的買點 那時候也是說QE要退場 我是不是告訴各位 空間的修正已經滿足 我請問你你敢買嗎 上去又下來 又打了一根長黑下來 我跟你講這個叫機會 進場去買多 不要做錯方向 我請問你 你敢買嗎 你敢嗎 這個我跟你說最後的壓縮 還會再漲 禮拜四 未來將也緩步 震盪走高的模式持續上漲 這一天 有沒有 包含前天 我相信跟你講說空間修正已經滿足了 你都還半信半疑 所以說啊 各位投資朋友 不要認為說 這個高點 來了 你會跑 我告訴你 你不會跑 因為會有很多人影響你 包含電視上的媒體 新聞 所以基本上 我已經跟各位講過了 最大的行情不是在後面這裡 是這一波走完之後 後面行情結束的時候 是往下大跌 不會有人相信 但是 對你來說 是一個 翻身的機會 那我昨天跟各位講過 基本上 未來的機會很大 那在診斷的過程之中 各位投資朋友 後面有多空的轉換 不管指數也好 股票也好 你該如何去配置 如何去避險 避險的過程 在這一段的進行中 就要去進行了 包含股票的多空轉換 也一樣 在這裡也要進行了 不是等到結束 有的股票到這裡 還沒結束就已經結束了 還沒結束就現在這裡結束了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有大機會 不是每個人都賺得到 我昨天跟各位講過 資金三百萬以上的五個 很容易 你只要有資金三百萬以上的五個很容易 但是 雖然只有五個名額 各位投資朋友 不是你願意就可以 這個之間我們有理念的溝通 不是說你有錢 你的觀念跟我有合不 我比如講 你指數的話你要做當沖 你一天要沖個兩湯三湯 這個我就不要了 你再多錢我也不要 我只能告訴你說後面有大行情 你要去把握大機會 你破斷怎麼做 我會讓你賺得到 當怎麼樣 什麼階段要怎麼去避險 股票也一樣 股票比如說太陽能還會再漲 你希望我帶你做多太陽能 我就不要了 不是說你要我就要 所以我說雖然是五個名額 我們必須透過什麼 透過理念的溝通 所以基本上 已經有人打電話來問 有興趣的我剛剛跟各位講過了 大家聊一下 你的理念你想怎麼做 你要做股票還是做指數 那基本上目標都一致 我說過都是有 就是幫你掌握如何去賺倍數 那個是我的工作 但是我們之間必須有一點溝通 你股票你想要怎麼做 我告訴你我要怎麼做 我剛剛已經跟各位講過了 如果你在這裡希望我帶你去做多太陽能 或者去做多什麼 做多那個 最近比較強勢的LED 那個我不會帶你做 這個叫理念的溝通 如果你做指數 你只是為了做當衝 那個就失去了什麼 失去了將來行情 波段大行情的機會 那個我也不願意 因為我覺得你浪費掉了 你把行情浪費掉了 所以現在就要開始準備 告訴你未來準備怎麼做 有興趣的 跟我們注意的人一下去 好 回到正題 剛剛講的 短線除非在跌破前日支撐 跌破支撐也沒關係 這只是告訴你整理在延長而已 不然 未來緩步震盪走高的機率再比較大 還會再漲 支撐在哪裡 來 給各位看 前二的低點 是不是在這裡 8488 對不對 為什麼這個低點是低點 黃色的 你有看到吧 8487 對不對 為什麼這個低點是低點 我跟你看過了 昨天 前天是不是在這裡 8487 所以最低來到多少 來到8488 來到8488是主力另外一個極速的防守點 這個我都跟你講過了 昨天我跟各位談過 用同一張 同一個線型圖 昨天在這裡 昨天我是不是告訴各位 今天只要漲50點就可以了 對不對 昨天說8512嘛 對不對 今天只要漲50點 它就是修正結束的確認訊號 好 今天大盤開盤 我放大給你看 大盤開盤在這一根 各位同志朋友 有沒有過 有沒有過 有過 才會有修正結束多的訊號 好 所以基本上 我剛剛跟各位講過了 前天的支撐 這一條 黃色的 昨天在這裡 今天在這裡 你看你抄都沒有用啦 因為前天在這裡 你去想嘛 前天在這裡嘛 昨天在這裡嘛 今天在這裡 明天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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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你抄都沒有關係 但是對你來說不一樣 因為明天又是明天的位置了 所以說 這個大盤 如果你是拿到東西 你不用擔心 因為你知道前天的支撐在哪裡 縱使前天的支撐跌破 也是整理在延長而已 它也是下來 下來這裡而已 也不會大跌 所以基本上 不用去擔心 只是看要不要繼續整理 還是直接往上而已 整個去世方向就是往上 來 盤中的教學 今天是兩點高 除非拉回破五分線 等一下會出來 短線如果跌破五分線支撐 下檔也有十五分線支撐 基本上目前趨勢多方架構 只是主力要防守哪一道支撐而已 今天用順勢操作 偏多操作 好 我們先來看五分線 我切回來五分線給你看喔 這五分線我拉回來給你看喔 今天啦 正常來講 應該收中紅 因為今天是兩點高 那為什麼沒有收中紅 因為怎麼樣 我說過 如果會收中紅它不會跌破五分線 對不對 那跌破五分線最多也是回測十五分線支撐 這個是極速的問題啦 你不用擔心說 你要坐短坐長都可以 但是我只是告訴你坐長的情況是怎麼樣 好 這是十五分線的支撐 跌破之後是不是回測這個支撐而已 對不對 這不是回測這個支撐而已 黃色的這十五分線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你要坐短你要坐當衝OK啊 可是你看我會不會跟你特別強調當衝 我如果你看當衝怎麼做啦 好不 這第三通教學都在這裡啦 這個我都有告訴各位了 你除非再跌破六十分線黃色支撐 否則未來緩步震盪走高的機率比較大 你偏多操作的就用這個支撐來當做什麼 看你要停損停力隨便你嘛 對不對 好 你用別的軟體沒有人告訴你看哪裡啦 沒有人告訴你盤中大盤的重點分析嘛 對不對 那你說你要做波段 做軟體的人一定告訴你當衝賺多少 當衝可以做嗎 會啦 怎麼可以做 當衝我們跟你講你當衝就用一個就好了 盤整正浪指標 只要這樣而已 你如果不用看上面也不用看架 來 拉近給你看這今天的一趟 拉近給你看 這個賣 這個買 先賣再買 還是先空再補隨便 但是那對你只能賺到小錢而已 重點是波段你要賺得到 相信我的每個都是做波段 從這裡賺到這裡 從這裡賺到這裡啦 好不好 從這裡賺到這裡啦 各位投資朋友 這裡到這裡一倍 這裡到這裡兩倍啦 你要做當衝來做波段 你自己去選擇 那我已經跟你講過了 你要用軟體的或參加會員的 你不用擔心連結的假期 我會送你三倍的時間 有興趣的跟我們自己來連洽詢 我們休息一下競節廣告 等一下回來跟各位談談股票的部分 馬上回來 有興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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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最美的收藏 遇上人 極美落成 29188811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獲得頭顧都有奇貨 股票 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得頭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得頭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最甜蜜的投顧 固得頭顧 最甜蜜的頭顧 固得頭顧 最甜蜜的頭顧 固得頭顧 最甜蜜的頭顧 固得頭顧 頭痛 請用5分鐘 你...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複的是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對家裡打鼓也是膽有 鵝排氣密窗 好 歡迎各位繼續回到現場 接下來跟各位談談股票的部分 只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 你要跟我做 還是自己做 好 那跟我做 我帶你買什麼 你要自己做 你要怎麼買 就這樣子而已 那每個人的屬性不一樣 陽明我講過了 1月15號我講過了 這個叫右肩 我喜歡買這種股票 為什麼 風險最小 那我也跟你講過 它不會漲停 但是它會慢慢漲上去 最少有三成以上的空間 我喜歡買這種位置的 因為我帶會員 我要考慮到你的風險 對不對 我帶一群人 我一定要考慮到風險 所以這是不是左肩底部 右肩 我說當時說過 我說這個風險 這如果不是右肩風險 一點點 你能不能承受 能不能承受 電子股 我的股票沒有漲停 但是我買的時候 5471的松漢 在這裡 底部打完了 我沒買最低 我買到它整理結束 買完整理結束 就是往上嘛 對不對 OK 口訊都在這裡 這度我都應該 第一天就是第一天 你自己看到 今天還在創新高 所以我要買的 一定帶你買在底部 完全的 我要帶你買安全的 這是不是IC設計 最近很多人談IC設計 這是不是IC設計 松漢是不是IC設計 新航是不是IC設計 11月20號 11月20號這個叫長線 這個我說過嘛 這風險一點點嘛 這是月線耶 月線耶 月線的右腳耶 你認為這月線的右腳 會漲到哪裡去 11月20號在這裡 我沒有買最低 前來還是創新高 這亮出來這一定還有高 所以你要跟我做 我就是帶你找這種的 今天還進去一檔 這一支 都一樣 左腳右腳 看多理由 底部完成的起掌 現在在右腳 右腳都完成了 而且是這一波主流 人家都說漲三倍 漲一倍兩倍 我不知道 但是我跟你講的都有 我說多少日子 三聲 三層 三層 三層的獲利空間 有興趣的跟上 這個還在整理 但是整理完之後 也一樣 這個都是三層 都是抓三層 所以你要集中買檔 或者分散也好 通通都一樣 結果都一樣 都三層 你不會抓古早比 這支也一樣 這最終都三層 那我都算了 最少都三層以上 所以有興趣的 我幫你準備好了 自己做的 自己做 最近一開盤 啤啤啤啤啤啤啤 怎麼放拋了 什麼啤啤啤啤啤啤 漲停的股票很多 漲停的股票很多 也不是莫名其妙就漲停 你一開盤 就很熱鬧 你開盤還來不及反應 就很多股票漲停 那你怎麼去找 一定是透過電腦比較快 我拿今天第一天翻多的給你看 這一支不是電子 但是各位同志朋友 這是今天第一天翻多 來 第一缸翻多 好第一缸翻多 我要跟你說 不是說第一缸翻多 各位同志朋友 很多股票再跌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再跌的時候 我們拉近給你看 有沒有任人買進去呢 沒有 對不對 你看這彈上來 你看這個線是什麼 壓力嘛 這是不是壓力 就下去 這你看到沒有 通常壓力下去 有沒有 到今天 這個再跌的時候 你都 你都能避開 這比較重要吧 對不對 2426的頂緣 頂緣 在這裡 這一天出現買進薪號 這一天 這一天 9月25號 9月25號 這個底才完成 那之前在跌的時候 欸 假如你先不開 你 你有辦法摸到現在嗎 讓你摸 讓你包到現在也是等解套 那你自己看喔 給你自己看喔 這是不是頂緣 股票你就用一個就好了 來給你看 我問你 這樣有看嗎 這在跌的時候你有沒有比開 那為什麼會跌 因為 它跌破所有的價位 這個在哪時候 6月份 6月份在這裡 這一段你最起碼能避開 到這裡才整理結束 9月25號 這一天 這個底才是有效底 那這個底有效底 這中間是不是有解碼 有回色支撐 我把它按掉給你看 是不是有解碼 有回色支撐 有解碼 有回色支撐 對不對 黃色的 為什麼還能再漲 對不對 為什麼還能再漲 因為它剛好來到支撐嘛 所以各位都是朋友 這樣子的工具 能不能去幫到你 基本上我認為沒問題很多 我每天都準備好多檔 但是時間不夠 來不及講 有興趣的拿回去用 想看的 來我們公司 隨時歡迎你 想加入會員的 我說過了 不用擔心過年的假期 未來的行期 會讓你翻好幾番 有興趣的投資朋友 共討人員下去 時間的關係講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挺你的头顾 不得头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德国的这个Branca教授 他提出来的所谓摇篮到摇篮的一个金融的模式 其实是利用这样的一个生态化的概念 也就是说呢 其实呢 我们将来 要让它走入一个所谓的 像生态系统一样 一个循环型的社会的话 很重要的话 就是所有的物质呢 它必须能够回收的循环再利用 宝贝我们的地球 宝贝我的未来 宝贝我们的地球 说的要吃 我都不想洗 那玩意啊 那洗不洗不洗不完 钱就像在放水了 豆粽给它看一眼就算了 我可以让它赢了 我都不会洗理我 也得到了 valores